在清明节廉价前夕已经涌现不少扫墓人车潮 瑞芳区占地最大的公墓第一公墓因周边道路较狭小 因此区公所在4月4号当天也有准备扫墓接驳专车 快速又方便请民众多加利用 4月4号然后我们在各个公墓站会设有清明扫墓服务展 那会提供镰刀啊扫把啊还有水桶 然后也会有消防车在现场 那主要是第一公墓呢 其实在假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车潮涌现来扫墓 那所以希望大家在4月4号当天呢 也可以多多搭乘接驳专车的服务 然后它的服务时间是早上的6点半就开始 然后到下午的1点半 瑞芳区清明扫墓服务站在4月4号星期四 清明节当天特别设置15处扫墓服务站 而在交通疏导规划方面 第一公墓龙潭桥入口处4月4号上午6点半起交通管制 接驳专车则是在4月4号上午6点40到下午2点的服务站 有扫墓用品还民众借用 提倡环保祭祀 随手收拾热射铺面余境防范山林火灾 值钱回收由清洁队来统一集中焚烧 在三个地方会有接驳车的服务 分别是在瑞芳高宫对面的后车亭 然后瑞芳图书馆的下面的区民广场 以及龙潭桥的入口处都设有接驳专车服务站 区公所进一步说明清明节将至 把握四步而记得以免酿火灾 不愿意烧炸草 不放爆竹烟火 不随意丢烟地 记得扑面余境 不让明指飞扬 记得随手收拾垃圾 扫墓的同时也要守护山林环境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道